谁说做甜点应该用烤箱 这么热的天 今天讲你用冰箱做甜点 提拉米苏的棉烤板 看起来是不是超级诱人 做法很简单 取适量的饼干浸泡咖啡酒备用 接着把蛋跟砂糖打发 只要搅拌有蛋蛋纹路就OK 接着混合乳酪 一层饼干一层乳酪 以许堆叠 冷藏24小时 撒上可可粉就搞定 酱汁如果加入的话 它可以增添它的颜色色泽 漂亮 把新鲜蓝莓加入糖水熬煮 做成蓝莓糖浆备用 黏好的蓝莓奶油蛋糕 只要把糖浆拌入鲜奶油 接着均匀铺上饼干 再加上一层奶油 饼干奶油层层堆叠 也是至少冷藏24小时 其实像慕斯类或者是卡斯达馅 这个都是不用烤箱 就可以在家里制作的 可爱的双色布丁 一样有冰的黏烤 黑糖跟水加热后 混合吉利丁粉冷藏30分钟备用 黄色的夹层加入香草籽提味 蛋黄牛奶跟糖 加热后混合吉利丁粉 冷却后均匀倒入冷藏2-3小时 凝固后就能食用 搭配牛奶巧克力吃最对味 烤箱的话我们是有把部分的水分蒸发掉 所以它保存时间会拉长 吃起来一定会有一点点差别 当然还是烤过的比较香 棉烤甜点制作方便 但专家提醒 用来凝固的吉利丁比例多寡 会影响口感 冰镇时间一定要充足 因为没有高温烘烤 所以口感较湿润 因为水分多保鲜期大约只有两三天 最好尽早食用 用冰箱做甜点 不用热到满头大汗 也难怪冰和甜点整行 解了一条美如高学报道